阿邦!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邦 今天 要為大家介紹一位 有泰山的體格 稍微阿婆身體的順序 什麼人 請大家來看他的照片 這位就是今天的最佳男主角李中庸師兄 身高180公分的他 看起來看起來很好 不過做病的時候就得到了淋巴癌 後來還有兩次癲癇的大發作 幾年前還有顏面神經麻痺的情形 這幾年來身體的狀況也不太妙 不僅雙手無法久拿重物 有時候連寫字寫沒多久就會發麻 不過他卻勇敢承擔起 關渡環保教育站的負責人 幾乎每天一大早就來到環保站 陪伴大家來愛護地球 想知道身體有病痛的他 為什麼歡喜自在做慈濟投入環保嗎 大家來認識李中庸師兄 這組是福氣的故事 如果沒有很齊的事情 我大概都會先做這件事情 這些水從來來 地下水 雨水 那邊有一個我們的蓄水池 它大概可以裝10噸的水 我想說這個雨水 因為沖馬桶基本上不用自來水 身為慈濟關渡環保站的負責人 李中庸對這裡的一切如數家珍 不只熱情招呼來做環保的老菩薩 碰到海外來參觀的志工 他也不另分享自己的經驗 媽姐 媽姐 蛤 蛤 你現在每天來捏齁 蛤 蛤 走 明天再過來 現在來得開心 不來怪怪齁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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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沒有給我牠牠牠牠 沒有給我牠牠牠牠 沒有給我牠牠牠牠牠 那你要知道的是哪一方面的 我就是如果我是在學校裡面 跟上班的 跟老師 那麼我的學生是中學生 那我要怎麼樣去 成功開始做這個環保 有沒有開始 學校 學校比較會分類到的 大概是紙類跟那個 瓶瓶罐罐的 對對瓶瓶罐罐 能像現在這樣 從容沉著處理各種狀況 甚至成為志工們咨詢的對象 很难让人联想 以前的李中庸其实很自卑 老师觉得自己不如人 直到接触佛法 接触慈悸之后 透过各种勤悟的磨练 才体悟到自我肯定的信心 因为我每天早上五点半 我都有看上人的近视成语 已经大概维持了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有的时候上人讲道的时候 刚好在怀宝站碰到了 哇 原来上人讲的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每天的这样熏陶 然后每天的做 这样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 慢慢慢慢其实很多的烦恼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慢慢慢慢就没有了 好 他没有一定的规则 你们就看怎么做 都没关系 你们就是自己决定就好了 好 没问题 自己在重新改变的过程里重申 让李中庸越做越欢喜 成为全职志工之后 他几乎每天都往环保证报道 这里就像是他的第二个家 而他所有的努力和付出 聚工伙伴们都看在眼里 有啊 他有做食堂这样子啊 我说怎么啦 我说没有 我在做附件啊 所以我之后会亏他说 哎 你是铁人哦 你是铁人哦 你还会手酸啊 他说没有 我在做附件啊 他有什么东西都有造型啊 他再来有个电 什么东西都有个电设计啊 有来太厉害 他来这也是做很多 你还在去 你还在煎它 你还在键它 墙壁很脏 他马上就拿油漆来擦 看到地上有不平的地方 他马上就会补 所以中庸師兄來到環保站他是很負責 然後對於人事務方面 他很會去跟環保志工互動 那他的心很細 為什麼沒有放電檔 以前都有放現在為什麼沒有放 什麼事情你要說 有沒有什麼 蛤 做中學學中絕 李中庸體悟到 修行就是簡單的事重複做的道理 這讓人生中歷經多次大病痛的他 更加篤定自己選對了道路 真的非常感恩中庸師兄在環保站 幫我們疼惜陪伴這群大愛台討給環保菩薩 感恩中庸師兄 今天除了中庸師兄來之外 還有兩位環保領域的好夥伴 第一位是我們的劉振興師兄 感恩劉師兄 先接觸佛法才進入慈濟的啦 我想可能在了解佛法才想說其實我當初就是身體 真的得到癌症的時候他西醫生跟我講我並沒有真的沒有很大的感覺 可是大概現在上文就講說其實人的身體本來就是生老病死 他是自然的 所以大概過去就跟佛法有稍微結緣啦 所以那時候就對這個方面只知道說啊生病了就趕快去看醫生 趕快去看醫生啊打針吃藥 其實那個化療過程是真的蠻辛苦的 可是就是配合就是配合 那自然而然也不會去想這件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也不太去想 他就讓我健健康康的又活下來了 你就是聽話 聽話 疑心說要煮一下就煮一下 要開刀就開刀 要化療就化療 你就拐拐要做 那也沒有想太多 沒有想太多 也沒有想到什麼因緣果報啊什麼都沒有想到 沒有沒有 OK 那時候也不知道 後來還這個癲癇大發作 癲癇大發作是大概我的癌症後來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有一天晚上跟我們鄰居在一起 突然 當然我不知道啦 我們鄰居跟我說我頭就這樣歪 哇就倒下來了 那他在四樓那時候大概七十幾公斤 他大概六十幾公斤 他從上面把我背下來 背了到醫院 後來醫生跟我講說 我們大發作 當然他是一段時間我完全沒有意識 可是恢復意識了以後 我的全身是幾乎僵硬不能動的 因為他在那個最短的時間 把你全身的力氣 幾乎全部都用到進了 可是他是沒有意識在 那我們鄰居也不知道 他就拿那個條根 因為我們在是這樣全身緊繃 然後那個嘴巴這樣也會咬著 那我們鄰居不知道 他就拿那個條根 就要把我塞到嘴巴裡面 結果我強迫把嘴巴張開 然後塞進去 那我又咬 結果牙根還好牙齒沒有整個斷掉了 可是牙根也受傷了 條根也整個凹掉了 所以基本上那時候 後來我去問醫生 醫生說如果這種狀況 他已經咬住了 就不要再動 OK 我們一般可能 有一個會說 就會用牙尖峰咬到舌頭 咬到的時候 咬到的時候 是你發作的時候 那時候 剛好在講話 舌頭或者伸出來 一咬的時候咬到 才會把它撐到 不然的話 他已經撐在那裡了 你別人再把它打開 因為他不可能再打 再張開 舌頭伸出來咬到 所以錯誤的觀念要 好好的 就趕快讓他舒服送醫 救救護車就可以了 OK 大發作是這樣 那其他的 我就不是很清楚 我是針對我的部分問的 你從小知道 你有癲癇嗎 不知道 所以很多事情 其實都不知道 不知道 包含哪知道 那鄉州契陽 要報國從軍 這個你有想到 過去人講說 紅顏薄命 你是煙導 還漢照就好 真的運來創敵 當然像 後來因為第二次發作的時候 第二次天間發作 我是已經進慈劑了 就對這種因緣果報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癌症之前 大概沒有什麼感冒 可是第一次就癌症 第一次就有癌症 其實我那時候 剛進慈劑的時候 我原本在保險公司 可是我知道 進慈劑 他的時間 要跟慈劑配合的話 可能時間 要比較 更彈性 我就去開計程車 我當然就進慈劑 只有一個念頭 就是我想說我要去改我的習性 好 就那個念頭 那當然進慈劑也是 你有什麼習性 習性 脾氣不好也算習性 脾氣不好 然後個性急躁 其實有些 他都算是習性 每個人的習性 不一定一樣 那你開計程車會不會常常闖紅燈 以前 不會闖紅燈 可是會紅燈右轉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行到第一個 他就是閃了閃的時候 就過去了 你就是要閃掉那個等待的時間 就對了 所以個性非常的急 對 沒有辦法停在那邊 因為現在的紅燈燈有的時候 一燈要好幾分鐘 進慈劑以後 就是 後來 慢慢慢慢 大概 兩三年前吧 有一次 大概姻緣也很好 上人 因為上人也知道 我有隨時過 上人也知道我原來的神經麻痺 是 然後他 那時候 到關渡慈劑園區的時候 就 有說 剛好有碰到面 上人就說你要去多參加活動 那剛好我在做 每個禮拜三那個 意見環吧 導特屏的時候 就 體會到上人的 一句話 打握住一念心 打握住一念心 因為上人講說 一念心其實不到一秒鐘 可是去橫持那一念一秒一秒 其實就是永恆 後來我就把計程車也沒有開了 從那時候我就每天來環保站 那剛來環保站的時候 也不知道有環保 我是真的不知道環保站 我只知道其他的一點點 我就來去坐椅子 然後去把一些我了解 看得到佛堂的就是園區的地方 我還有去撿那個樹去拔那個草 那時候應該因為沒有事情做 所以我就去拔草 那個大概只有一段距離我拔了一個禮拜 可是拔了一個禮拜 那當然對自己體會很深 後來就慢慢慢慢每天去園區 就知道這件事情那件事情 後來發現環保 他是每天的 因為你拔樹 對整個地球幫助不大 拔草不是拔草 就只有照顧到那一塊 那我們想說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然後知道環保然後就 當時要進手術房 發的那一面心 又上人的鼓勵之後 橫池剎那 一步一步的在慈濟裡面找到了舞台 找到了立足點 不過在環保站做環保其實啊 會累啦 像我昨天晚上打電話給他 要感恩他 跟他請教幾個問題的時候 他跟我說我現在正在一個地方 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 答案就在影片中 沒關係 謝謝 年輕時的李中庸曾經罹患淋巴癌 再加上兩次嚴重的癲癇症狀 病痛的考驗 讓李中庸的身體 留下許多後遺症 他的體力與抵抗力 都比一般人差 但他總是默默地承受 不與人多說 有一點點痠 他如果泡到熱水以後 他會肌肉鬆弛 鬆弛以後就會比較好 早上就是晚上睡覺起來 那整個就是這樣的 你先要去這樣用一用 然後用一用 他才會好像回到正常 可是如果你一段時間沒有動 他就又這樣 講掉了 對 他叫做沾黏了 他們醫學名詞叫沾黏 因為我去做附件的頻率滿長的 就看完那些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後來我就想說去看書 看書 其實慢慢慢慢就越看又有心得 其實後來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讓時間空過 不如讓時間去善用他 太強了 太強了 來 好 好 謝謝 一邊復健一邊把握時間 閱讀正言法式的著作 對李仲庸來說 現在的他更珍惜時間的可貴 也明了 行善行孝不能等的道理 每天晚上 就是他陪伴年邁的父母親 一起共享天倫之樂的時刻 不要運動了 不要運動了 今天說不要運動了 做一下 五分鐘就好了 幾分鐘就好了 五分鐘就好了 一下就好了 運動一下就好了 好啊 很快就好了 好 做五分鐘就好了 好 好 為了避免高齡92歲的李爸爸 行動能力持續退化 每次李仲庸和母親 總要半紅半強迫 鼓勵老人家活動雙腳 之前眼睛還有一點點余光的時候 會從這邊走 然後走到那邊 再長這樣走 大概走得自己會算 今天走了一千步了 自己會算 後來眼睛真的不行了 完全要靠摸的 就沒有再走了 六六好乖哦 六六乖 六六乖 六六好乖好乖 沒有事啊 沒事 睡不著啊 沒有事啊 你看他說睡不著 他會說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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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沒有真正盡到那個照顧的責任 真正盡到照顧的責任是我媽媽 自己都完全沒有辦法 洗澡這些都還可以 吃飯就是要有人幫他撐好 這些都是我媽在照顧的啦 我沒有很孝順 沒有做到該做 他不錯的 太好了嗎 其實有時候不太敢等在家裡 我就是 看著我 父母恩重如山 李中庸不只心懷感恩 也珍惜還能隨時在父母身旁的每一天 是啊 父母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我們能夠還在父母的身旁 孝順父母 他真的就是我們堂上的活佛啦 所以中庸師兄 其實每天幾乎都一大早都到環保站 不過他每天要出門之前 他都會心裡想著一件事情 因為我姐姐 他們都在國外啦 其實時間他是沒有辦法重複的 你做了這件事情 你就沒有辦法做那件事情 那如果將來我爸爸媽媽的身體 你真的需要人家照顧的話 我可能也就沒有辦法來環保站 所以其實我剛來環保站的時候 出門我都有 就是跟佛菩薩許願 希望讓你健健康康 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因為爸爸媽媽健健康康 不用你24小時守護在身旁 你才有機會打開家門 踏入環保站 是 那當然晚上我也盡量 因為之前做環保可能真的做 晚上又有一些活動 然後變成幾乎整天都不在家 那我媽媽好像有點說 你很沒用 輕輕的講 我們就要聽得懂媽媽在說什麼 晚上的活動就慢慢就比較沒有參加 就環保做完大概就盡量 雖然回去也沒有辦法跟爸爸媽媽去做一些什麼 就是在他們身邊 讓他們覺得好像最少家人在一起 所以每天孝順的兒子都會排除亂男回家陪90幾歲的爸爸 80幾歲的媽媽一起共進晚餐 如果可以的話就盡量就回去吃晚餐 那他們一定不知道你偷偷去復健 這個這麼頻繁的話應該知道 因為已經太頻繁了 你有跟他們說你去復健嗎 知道 真的 你會不會覺得讓他們更不捨咧 所以我媽媽每天 你看我現在50幾歲了 我媽媽每天出門一定講一個 不管是出去幾次 出門小心開車 出門小心騎機車 出門做什麼 都不斷的提醒 叫我們做什麼事情都要小心 真的可以體會到媽媽那種擔心 那當然我們就會自己要更去注意一些 其實在環保戰之前也有不小心去 還好啦都還沒有很嚴重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 因為你有沒有結婚 沒有另外一半在疼惜你 你要照顧好自己 不僅可以附會陪伴我們的環保菩薩 你還可以好好的孝敬父母嘛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 不管是因為過去 不管淋巴癌啦 手掌這個瘤啦 或是顏面神經等等等的問題 所以身體有一些病痛 讓你無法做很多 看你的外表應該可以完成的事情 舉高舉重啊 拿重推東西啊 但是你會發揮巧思啊 讓其他的環保志工不要因為 使用上的不正確 或是出力過頭了和受傷 所以我們的柳師兄就讓我們見證一下 聽說他都很大心 會幫我們環保戰設計一些 方便的方法 給大家做事更順利嗎 對 他像我們跳樓的 他都 他也是他想的 他說不然我們 他就像我們搭一個鞭子 我就說好 他搭 他剛才也是不敢裝搭 怕有的有的關係 先搭三隻 這個搭三隻 剛才搭鞭子的原因是要怎樣 剛才搭鞭子 我們就是第一 沒有我們更無法的 他很重的 如果要移動位置的話 好好好 那是一個阿嬤也聽到 撒下去了 這是他的小 巧思啊 都他的小吃 他說我做這樣 不然你們說你們是一文一武的搭配 他有人 搶創意 你無 弱實實行就對了 好 他說的事情我都順便做 這樣喔 像我們要放百代別人 需要一個客人 我以前做工事 有些材料 我就拿拿拿 不用花那一家文 一天就好了 之後就去了 太好了 所以說你隨便做環保 做他比他久了 做多少年去了 但是你覺得說 這個好事之秀 你很會聽就對了 對 他給我很尊重 像我們的秀林師姐 兩位 其實啊 都是花蓮慈濟技術學院的慈神議員會的成員 也因為這樣子 在火車上往返 彼此認識的 聽說你也投入環保的領域非常的用心 但是偶爾還是會有一些 心裡會有 雜念或是過不去的關的時候 他是你的心靈導師 是是是 舉個例子讓我們聽聽看好不好 因為我 因為環保的 環保講師的關係 所以我會常常到關土 那 因為我們說實在是外人 我們沒有像他們那麼投入 所以在看到環保站有一些情形 我們會 我心裡會有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會去跟他吻 或我會跟他小抱怨一下 可是他都會安撫我的心 比如說像昨天 我 我就說我被 我被人家 然後 對 然後我就去跟他說 然後他就說 你有沒有看到那棵水果樹 他就說你有沒有看到那棵水果樹 我說 對啊 然後呢 他說你知道嗎 那個水果樹只有熟的水果 人家才會去蚊子 啊不然是誰才會去蚊子 那他都會 讓我很感動就是 因為我看到他這樣子 那麼努力的在付出 然後 最重要是他能夠用佛法 印證到他在環保站的 就碰到的一些人世紀 這讓我覺得很shock 就是很震驚 因為我覺得環保志工好像 就是做做嘛 顛覆了你對環保志工刻板了一下 是是是 所以 聽經念經更要行經 手錄了慈濟的大葬經 而且 還把上了話放在心裡啊 要把握住那一念心 要行善行孝 雙軌並行 接下來喔 要來聽聽 周庸師兄的媽媽 他有話要對他說 買的伯伯他們不吃啊 所以我就煮啊 他還可以 買的吃還可以 那個 寶貝就是買的吃就不行 就不愛吃 他也不是喜歡吃好的啦 就是喜歡他 願意吃的 倒點麻油給你 這一碗他都吃得好 主燉家人愛吃的家常料理 周媽媽的始終牽掛著家人的狀況 以前也蠻聽話 有時候比較不聽話 做進了慈濟的話 都比較聽話 在母親的眼裡 自己的孩子總是最好的 就如同父母恩仲能報經理說的 百歲老母常憂八十兒 對於現在身為全職慈濟志工的兒子 李媽媽也有些話想要叮嚀 不要太累了 要做事情要小心 注意自己身體 真的是喔 北母疼子疼子疼老水 百歲老母常憂八十兒 總共師兄真的感恩你喔 幫我們疼惜環保志工 也希望你身體越做越健康 阿修修修俑 你跟身體講話 我們要一起來做好事好不好 和平共處 OK 那我們三位一起用 做環保的鬆手給他鼓鼓掌好不好 祝福喔 感恩 總共師兄 謝謝